哈囉大家 我是人家的Anderre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終於來到檢討我們自己了 我們台北馬破山計畫成功之後 要來執行一下我們今天的馬場復盤 OK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準備台北馬拉松 這個週期以來 大約花了多久時間 然後平均每個月的月跑量是多少 那最後是怎麼樣可以達到 破山的這件事情 那以我們自己在教學啊 或者是在平常給學生的課表上的建議 會建議通常如果你目標至少要跑完全馬 月跑量可能至少要 從150 180 200慢慢累積往上 如果可以的話月跑量超過200 對於全馬完賽可能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比較不容易受傷的 那我自己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次台北馬的準備過程當中 從9月開始 當時候的準備心境啊 然後還有訓練的狀況 然後到10月有長榮馬拉松 11月有炸大半馬 然後12月就是台北馬拉松 在這四場比賽當中 我的自己的進步曲線是如何 OK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第一場10月跑的長榮馬拉松 當時候我的長榮馬拉松的成績啊 是1小時28分33 然後均速是4分10秒 但我印象中當時候 其實我在跑這個長榮馬的過程 是跑得很痛苦的 然後已經基本上是我的 可能95%的用力程度來完成這場比賽 那在以當時候可以跑到88分的成績 對我來說 好像開始有一點點信心 但這個信心只是說 我的前半馬的成績至少跑得到了 可是要叫我直接再跑後半程的 第二個88分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辦法 在10月當時候的狀況 那天是5點開跑喔 然後長榮馬那天的溫度啊 竟然是22度 起點 出發時間是19度 所以其實在天氣來講 那時候10月還是一個蠻熱的狀態 所以我印象中那天跑完是流超多汗 跑到後面其實也有點辛苦的 那但是在目標上 我有達成我自己的目標 就是我要在前半程的馬拉松 至少要可以跑到 我的破3的成績裡面 但其實在當時候啊 我給自己的目標 因為在當時候準備的狀態 沒有這麼完全的情況 而且跑完一個半馬 88分我就已經覺得自己快死掉 然後已經喘到不行 沒有可能在往上推里程的情況下 當時候我給自己的目標 全馬完賽只有3小時10分 或3小時15分這樣的區間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的狀況啊 會認為我第一個 長距離還累積不夠多 9月的跑量只有123公里 所以當時候 以123公里的情況 到10月要跑完 可能半馬 還有很有餘裕的 可以跑第二個 後半段半馬的情況 是根本不太可能的 所以 當時候跑完長老馬 我只覺得 欸 我的成績 有稍微恢復到 可能我自己之前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 但是以現在這種體能 完全沒有辦法跑全馬的後半段 只有可能完成前半程的距離 那在當時候我用這個 長老馬馬的成績 去那個VDOT的這個網站 計算出來 其實我那時候的跑力分數 大概只有51.9 然後 評估下來 我跑完這個成績的半馬 全馬 預估成績啊 只有3小時04分 所以那時候對我自己來講 其實是沒有太有信心的 因為我覺得跑完這樣 已經快死了 根本就沒辦法可能 所以 我在10月的訓練 基本上那時候的月跑量 我自己統計 10月有跑到210公里 210公里 可是 其實我在過程當中 只做了 3次的長距離 那都是20公里而已 所以其實當時候的狀態 要跑完 這個21K 我就已經算是 運氣還不錯了 那接下來就進到11月 11月算是我整個大週期開始 從9月、10月、11月、12月當中 11月應該會是最累的一個月 然後在這個月份當中 會跑比較多的間歇訓練 應該說距離拉長的間歇 第二個是把強度拉高的長距離 從原本可能是慢跑30K 到開始把慢跑的強度 提升到了比賽配速的這種強度 所以在11月當中 是我當時候其實累積下來比較 體感上覺得比較疲勞 比較累的一個月份 我11月的第一個禮拜 是 里程是有72公里 但那時候72公里算是 硬湊出來的 那週基本上每天都跑10公里慢跑 搭配一次的間歇 只跑400公尺 一次的長距離 那一次就跑了30K 所以總里程那個禮拜就跑了大概70公里 那那個禮拜其實跑完 我就已經覺得身體非常疲勞 然後因為以之前我們在菜哥那一集 分享的那個跑量計算來講 我在上個月 10月的平均跑量 只有180公里的狀況下 那以這樣的模式 我突然如果跑了 這個月跑了70公里 代表我的這個訓練指數 是突然上升太多的 會因為這樣導致我的身體 其實會有點過度疲勞 會有點超負荷的狀態 那我在11月的第二週 就因為上個禮拜跑72K 然後第二週要跑渣打馬 所以我前面幾天在30K結束後 幾乎都是比較輕鬆的慢跑 然後搭配了一次比賽的配速 就是跑我的目標 一樣要跑90分的 渣打半馬的這個配速 來跑一個8到10K的一個 算是比賽節奏跑 那在第二個禮拜 我那個禮拜只跑了30公里左右 就是在渣打馬那一週扣掉比賽 其他日期我只跑了大概15公里 所以大概那一週跑量是35K 那以渣打馬來說 當時候我的玩賽時間是87分50 但是我個人的成績 因為我們其實名槍後才趕快跑出去 所以前面還有一段時間是在 還沒通過終點 然後在閃人的情況 我那一場是跑了86分50幾 那以86分50幾算VDOT 算起來已經來到了 分數從51.2升到53.1 那均數也從4分11 12秒 然後提升到4分07 所以那時候我的等效 推估的馬拉松 已經可以跑到3小時01分 相對於我的長榮馬的推估來講 是有稍微往上提升的 那在那時候我自己的心理狀況 其實也是比較有信心的 因為在從長榮馬之後 第一個長榮馬很熱 第二個是長榮馬跑完 已經喘到不行沒辦法的情況 那隔了相隔中間兩週 然後第三週跑渣打馬的時候 其實就整個會覺得很不一樣 因為長榮馬後 其實我沒有太調降課表 持續維持訓練量的累積 然後又做了一次的30K 所以在跑渣打馬的過程 我其實是很有餘裕的跑完這個半馬 然後到終點跑86分50幾 我還覺得好像身體的狀態 還可以繼續維持到 可能再堅持5公里10公里 把後面的30K跑完 那種狀況 所以在渣打馬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信心是成長很多的 那在渣打馬之後啊 我自己的成績就有點下修了 我那時候的目標 從原本的3小時10分跑完全馬 到後來就覺得 好像這個時候3小時05有點機會欸 如果我再繼續把有氧累積多一點 就是把長距離做好 然後週間的強度維持 最重要的是保持適當的放鬆 讓肌肉維持健康的狀態 其實那時候我就對自己信心 從可能只有60% 然後上升到75%左右 還感覺自己好像真的有機會 可以挑戰Sup3 所以從渣打馬之後 我才開始很認清自己是我這次跑 目標就是要跑Sup3 其實在炸打馬之前 我都不敢跟大家講 大家應該沒有在我社群看過任何我TG 我想要在台北馬破3的這個計畫 因為當時候的我根本就覺得做不到 而且在當時候狀況以里程來說 我自己身邊的跑友或是學生 或者是我們的同行的教練 他們的越跑量都是超過300公里的跑 所以那時候以我的跑量來說 我根本就是大概人家的六成七成的跑量 然後就想要挑戰Sup3 這個有點是天方夜譚的啦 所以那時候對我來講是 在渣打馬後有一個信心大增的情況 那渣打馬後距離台北馬拉松 就只剩下最後的四週的時間 那過程還要比一場美金融接力賽 那是我們跟一堆YouTuber 一起去參加一場比賽 那比賽只有5公里 所以當天我的心情目標 就是直接All Out的去跑一下我的5K狀態 但在5K的前一週 渣打馬後的下一週 我們是跑了基本上一次的30K 其他天還是以有氧為主 那那天的30K 我印象中我是去台中跟當地的一個跑團 是跟他們一起跑了30K的長距離 然後那天跑完的均速是4分半 我在跑完渣打馬的隔週 跑了一個30K的4分30秒 我就覺得對我來講 信心是有在往上提升一點 覺得我到跑完30K後段 其實心率上升沒有很多 第二個是我的肌肉狀態 還算是保持的還蠻好的 不會已經有快抽筋的這種可能出現 所以跑完這個之後我就覺得 哇 好像開始摸到3小時邊緣了 接下來我的目標就是要好好維持狀態 所以在跑完30K的隔週去跑 美金融街賽的時候 我就是不顧一切的衝了啦 那一趟就是一個All Out的狀態去跑 我印象我跑了5K跑18分半吧 然後當時候的均速大概是3分30幾左右 所以那時候的5K跑完 我的那個成績啊 VDOT的推估成績 就已經從原本的53上升到了54.55 那那時候等效的全馬成績 就從301已經到257了 所以那時候對我來講 就已經覺得哇 我的成績就是推估的這個狀態 是一直往上走的 是線性成長 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像開始真的 對於破3是比較有信心 而且覺得一定可以做到 當時候的心境是這樣 所以在跑完30K4分半 跑完一次5K3分半左右的配數之後 接下來我的調整 就已經變成是跑比較多的 比賽質量的配數 就是我會做比較多的那種 比賽配數4分15秒 就是要破3的這個成績 然後要跑20到25K 然後我做了一次20K一次25K 目標都是看我的心率 在這個過程當中的上升幅度 所以我印象中 我第一次跑25K的比賽配數的時候 其實後段上升的還是蠻明顯的 那在後面其實還是有那種 身體已經覺得開始有點疲勞 在可能20到25K的這個里程 那我那時候其實在一個禮拜內 做兩次這樣的課表 因為第一次我自己跑 第二次我是跟螞蟻教練 就是我們在行前做練習攝影 那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個他也要適應一下 要跑4分15秒內的配數 然後拿著攝影機 第二個是我要練習的是 我在看著攝影機 然後講話的過程當中 盡量讓我心率不要上升太多 所以我們有把它拍成一集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就已經開始認為 第一次跑25K的時候 心率上下落差 大概平均心跳 大概上升了10下 當然是對我來講 飄移程度是有點大的 那在第二次跑20K的時候 就開始 欸好像有下來囉 心率上升的程度沒有差太多 大概差5到8下 就是有稍微往下走 那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還蠻好的喜訊 就是我可以認清我自己的狀態 在跑完前25K 心率可以上升不太大的情況 我在後面17K就會是比較有信心可以把握 用這個配速繼續完成的 所以我在每這種階級賽之後 跑了一次25K 然後一次20K 都是用4分15的配速來完成 那當時候跑完這兩個課表 我就覺得 欸我好像已經穩了喔 已經穩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破山這件事情 應該有85%到90%的把握 是可以完成的 只要那天天氣狀況好 因為其實在台北馬前的幾次訓練 都還是20度左右 對我個人來講是 一切接下來就只能交給老天爺了 其他我自己各方面 可能都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 身體狀況 心理狀況 然後還有肌肉的狀況 其實都調適的很好 但這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如果你們在比賽到 真的後段 快要比賽之前 其實是可以嘗試做一些 多做一點長距離的比賽配速 因為對你自己的信心提升之後 你知道我會很像吃的那種大補完 你原本跑30K 可能比你比賽配速目標 還慢了30秒或40秒 你可能覺得喔 這樣跑完 可是我里程有到了 可是量的那個值沒有到 就是我配速還沒有到 我可能沒那麼有信心 可是當我自己跑完 兩到三次的比賽配速 20到25K之後 哇 那個大補完整個上來 每次數據跑我就覺得 哇 我跑起來就是要來破山的 那個心體狀況啊 跟肌肉的感受是很好的 所以 真的可以建議大家在比賽前 多做一些比賽配速 會提升自己的信心 那當信心提升了 對於你在運動表現的狀態 也可以有效的往上走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練到後期 可能因為訓練量的持續累加 讓你開始負面情緒很多 而且肌肉很疲勞 建議大家真的要適當的休息 我自己那時候是一個禮拜去按摩一次 週期每個禮拜當中 三週就會安排一週的減量 所以我可能逐漸跌升一週減量 逐漸跌升一週減量 會對我自己在那個時候 是比較吃得消的狀況 所以大約在比賽前的最後一週 10天前我還做了最後一個20K 那20K做完之後我就幾乎是全修了 幾乎是全修 我就中間只有20K跑完比賽配速度大修三天 然後第四天開始做8K的比賽配速 然後第二天就是比賽前的六天 我做了5K的比賽配速 然後比賽前的四天 我做了3K的比賽配速 就逐漸往下降那個訓練量 可是配速還是維持在比賽的狀態 那這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讓肌肉一直記起來 你一出去 就是要用這個配速度跑完這場比賽 第二個是要讓我的肌肉量 不要累積有過度的里程疲勞 因為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是要讓肌肉恢復健康 所以這個時候跑再多 對於你3、5天後的比賽 已經沒有太大幫助了 你的重要的目標應該是要維持跑感 第二個把肌肉 還回到比較健康的狀態 所以最後一週的里程 如果扣掉比賽 其實我只跑了不到20K 大約是18K左右 我的11月的總跑量 就是218K 12月比賽前的四週的總跑量 是225K 所以其實以我自己來講 是180K、220K 以這樣的跑量來說 真的是蠻不夠的啦 就是如果是想要跑全馬 甚至要跑到SUB3 我覺得以這個里程 我個人覺得是偏幸運 沒有辦法用這樣來複製給大家 但我自己還是回歸來檢討 我為什麼這次可以成功破山 我覺得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我自己是跑了兩次的30K 第一次是比較慢的5分數 第二次就跑到4分半 第二個是我跑了三次的比賽配輸 一次的20K 一次的25K 一次的20K 所以我總共加起來的長距離的量 大約在賽前是做了6到8週的時間 是逐漸堆疊的 低強度25K 低強度30K 比賽強度20K、25K 就慢慢的往上疊加 對於信心來講 對於你的肌肉耐收度來講 也是逐漸可以往上提升的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是 我在賽前的長距離量 規劃的還算不錯 第二個是我覺得在賽前的比賽 對於主要賽事前做一到兩場的這種 小小的測驗練習賽我覺得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第一個你可以在比賽過程去適應 欸拿水啊 因為大家跑久很生疏 你自己練習一定是很好拿 可是比賽會有其他跑者影響 你進水戰或是配速會有上下坡 都會導致你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賽前可以安排 一到兩場的這種 可能半碼左右的配速的測驗賽 是對於最終賽事是蠻有幫助的 大概就是我自己統整下來 我這次可以成功破山的幾個關鍵分享給大家 當然我覺得這個不是給大家可以直接參考的 因為畢竟我還是有一點點 可能十年前選手的底子 所以我覺得在恢復的過程當中 可能比一般人再快一點 可是我在前第一個月 九月到十月的過程 其實是訓練的很痛苦的 就分享給大家 我自己在恢復的這段期間 是做了哪些事情 但我覺得總規矩 還是要從量開始著手 才有可能把值提升 只做值不做量 有可能比較容易有受傷的風險 所以我自己在前面是比較保守的 幾乎都是慢跑 一週當中90%的課表都在慢跑 那從10%的課表去著手 一點點間歇訓練 然後逐漸往上調升 配速還有距離的這個橫移調整 雖然是我覺得蠻幸運可以破山的啦 但最後還是要感謝台北馬當天的天氣 因為其實在前幾週的天氣都二十幾度 那天只有我記得是12度吧 天氣是蠻冷的 但是跑久了之後還是把衣服脫掉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是很感謝那天的配速列車 當天其他夥伴也一起往破山目標前進 我覺得幫助我很多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跟大家 統整復盤 我自己在挑戰台北馬SUB3的過程 當然聽起來好像有點混亂 大家可以多聽幾次啦 對我自己很重要的這個破山的計畫 分享給大家 對大家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的強度啊 你的比例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大家可以用等比稍微往下降一點強度 然後來適合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OK我是你的教練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我們在今年度 也會持續挑戰其他六大碼的賽事 目前確定的就是倫敦在四月中 然後接下來還會去九月柏林嘛 然後十一月是紐約嘛 所以大概是今年的馬拉松參賽計畫 也會開始 我已經恢復訓練了 期待在賽場上跟大家相見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另外一次 就成功了 經過 下支影片見 效果 買諺